橘子学姐趴在床边 为何不和霍宇浩一起睡 霍宇浩刚刚经历过酷刑 她躺在床上 此时橘子学姐推门而入 她悄悄来到霍宇浩的床边 趴在床上哭得很伤心 泪水打湿了床铺 这次分别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 或许再次相见 两人由于立场不同 会成为战场的敌人 想到这里 橘子学姐似乎感觉更伤心了 如果真的是那样 就祈祷不要再见面了 此时的橘子学姐 眼泪忍不住哗啦啦的流 这是她专门来与霍宇浩告别的 橘子学姐的内心很复杂 她期待再次见到霍宇浩 然而又害怕再次见面 两人会成为敌人 当徐天然要那橘子 成为太子妃的时候 橘子脑海中 闪过与霍宇浩朝夕相处的画面 那时的她 就已经完全爱上霍宇浩了 只是她没有对霍宇浩表明心意 即便表明心意 又能如何呢 毕竟两人根本没有可能在一起 在原著小说中 橘子学姐对霍宇浩的爱意 表现得更为强烈 她不仅用她那温热的嘴唇 亲在了霍宇浩的脸颊上 同时还躺在了霍宇浩的床边 和霍宇浩睡在了一起 病房的床虽然不大 但橘子学姐 还是小心地侧卧在边缘处 将她的头贴在霍宇浩的肩膀上 轻轻地抽气 爵士唐门动画中 删除了小说中的这段情节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橘子学姐 为何没有躺在霍宇浩床边 和她一起睡呢 其实现在能够确定的一点 就是为了过审 毕竟现在审查得比较严格 所以爵士唐门动画 将小说中这段情节删除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删除这段剧情 也就让爵士唐门的画风 变成了纯爱 无法展现出橘子学姐 对待霍宇浩的爱 有多么的炙热